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就是 開手排車工作會累嗎 其實之前就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 就是我車子是手排的 然後我上班騎著機車也是打檔的 很多人就會想說 人家不是說開手排車進市區塞車 你就知道了 不然就是等到放假連假出去 然後排隊進停車場的時候 你就會很厭世 其實我開手排車 我自己擁有手排車是一年多 所以有人問說 開手排車上班會累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在於說 你喜不喜歡開車 還有就是你開的那台車到底是怎麼樣 我前一個工作 需要常常開一台三噸半去送貨 當然我的工作不是送貨 只是因為那個時候真的沒有人 變成說我明明是負責內勤的 或是負責一些辦公室的事務 但是因為我會開手排車 所以有時候真的沒有人的時候 我會去送貨 那一個禮拜大概一兩次吧 那個時候 因為常常我要去總公司先拿一些文件 然後再去送貨啊 啊我的總公司在台北市 在濱江街那附近 然後常常就是要從建國啊 或是從濱江那邊下 再送貨回去桃園市 然後再回台北還車 常常這樣子 都是在市區往返 或是高速公路往返 然後國一濱江那邊又很容易塞車 那個時候的那一台福特的2.0的三噸半 真的是非常的難開 因為畢竟公司車嘛 老闆又沒有好好養護它 所以那一車開起來 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啊 載貨的時候沒力 煞車的時候距離長 然後整個換檔的反應也是很不好啊 那今年就是去年才對 去年我換了這台車之後呢 因為這是自己的車 然後又是轎車 就是小鋼炮吧 自己想怎麼養 那想怎麼處理都是自己決定吧 所以說開起來的行情就很不一樣 人家常常就說 啊我上班都開手牌啊 我上班就是送貨的 你下班開手牌 打死都不要 不然就是說什麼 開手牌出去 開手牌這樣通勤 塞車你就知道了 但我覺得不完全對啦 因為自己的車開起來總是比較好開 所以 嗯 像現在我自己 開車帶車跑外霧 幾乎 只要我要送一些比較大件的東西 我都會開車 那家裡的U6 其實我也不大開 因為我喜歡開小車 比起休旅車來說 我還是比較喜歡開小車 所以 嗯 跑外面的時候 我還是開這台車 你說會累嗎 像現在我又遇到上坡起步 你 如果開得順的話 這些東西 就變成一個下意識反應 我現在甚至可以一邊跟你們聊天 一邊 做一個上坡起步 也不會說有熄火或是什麼狀況發生 所以你問我開手牌車上班到底累不累 其實我覺得不累 因為 這台車是我喜歡的車子 我喜歡這台車 然後 我開這台車我也很享受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是一個紓壓 我一邊工作就可以一邊換檔 就可以一邊紓壓 這個對我來講我是覺得 一邊開一邊笑 而且有時候工作遇到一些 不如意的時候 開開它 心情就會變好 唯一心情不會好的時候 就是這台車還有鬧脾氣 就是 又要我花錢修它的時候 我心情就不會好了 雖然說這台車問題真的蠻多的 小問題一大堆 但是我開它的時候還是很享受 不管是它整個 懸吊的反應 踩起來的回饋 這些對我來講都是 我蠻喜歡的一個地方 開著它工作 就算遇到塞車 或是遇到一些比較麻煩的路況 像是上坡之類的 其實我就覺得說 你開手的話 一切都不是問題 而且你有沒有愛 如果你對這種車就是討厭 或是說你把開車當成是一個 移動過程 或是一個乏味的通勤過程 那不管你開手排 自排還是開什麼 你都會覺得 不好玩 或是覺得很無趣 你可能就只是要坐在上面 開起來很舒適 就像 如果你不喜歡吃東西的話 小朋友 不愛吃飯的話 可能只要填飽肚子 不會哭就好了 它也不會去要求食物的 什麼品質之類的 但是對於我們來講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 我開車的過程 就是一個紓壓 一個享受 所以說 我會希望這個過程是快樂的 還有就是自己喜歡的 就算麻煩了一點 但是 做熟了之後 它就是一個 移動過程 就是一個很享受的移動過程 所以你問我開手排車會不會累 我認為這個問題呢 取決在於你自己 如果你本身就是一個 把這種過程當成是 紓壓或是享受的人 那你當然不會覺得累 你可能會覺得 哇 想再開一圈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 沒有什麼興趣的話 那你可能就覺得說 我幹嘛開車這麼累 還要踩這個打那個的 我直接低檔 直接打到底 油門煞車控制好就好了 好 這次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